欢迎来到学龙数学 数学而用 今天这是一个杯子翻面的问题 它其实改变是一个叫做开关灯问题 现在它杯子怎么翻的 现在有20号杯子 123456一直到20 一开始1号会把它全部翻向一遍 有翻向的话我们这边就打个叉 接下来轮到2号杯子 它会把2 4 6这样子翻 然后3号杯子会把3的倍数翻 4号杯子会把4的倍数这边翻 然后5号然后5号6号这样子下去 一直到最后哪些杯子最后开口朝上 我们先以它给的6为例 6它现在总共被翻了4次 翻了4次之后 只要是偶数次就是杯口朝上 我们今天想要看的就是什么 翻了偶数次它的意思是什么 等于是说6有偶数个因数 因为6的因数是1236 所以这样子就是杯口朝上 好那例如5呢它的因数是15 这边呢也是杯口朝上 好但是4它的因数就只有什么 124只有奇数个那就杯口朝下 所以这个问题它背后的数学就是问 有哪些数的因数个数会是奇数个 那关键就是平方数 对好 我们先以20为例 像20呢它可以分成1乘20 2乘10 4乘5 好它在分解的时候呢都是两两一对 但如果是16 它是16 28 44 好所以今天呢 如果是一个平方数 它最后配对的时候呢 会自己配到自己就没有两两一对 好现在有了这知识就可以回答这问题 杯口朝上的就是偶数个因数 所以6号12号就对 但16呢是平方数 所以这里就不能选 好那杯口朝上的总共有几个呢 1到20里面 1到20里面要扣掉1496 扣掉这四个 因此呢就有16个杯口朝上 因此D跟E都可以选 所以这题的答案就是A,B,D,E